從以前以來 第一次來擲路老的孳典比翁年增加四倍 所以高雄的社會教和二學團體來合作 基本就非常安全選擇 就是要提出跟長 要注意更加安全 選擇多年 讓小孩套過七頭可以建立關連 禁捐表示這十年的新聞數據當中 有遲過一百個對樓的輸故 把四十三名離棟的四名帶走 以前加上數到期間 孩子在家裡 時間更加長 更加要注意 除了在站在樓桿要維持在一百二十公分 房間不可以放東西 讓孩子可以拚 還可以爭穩性的替堂 把房間 可以安裝電圍的設計來以後 在家裡找不到大人 那他最常 他會想要確認大人什麼時候回來 就會跑到窗戶旁邊 或是陽台旁邊去看看大人回來 那這時候如果家裡的窗戶 或是欄杆的防護措施不夠的話 就容易發生墜樓的一個危險 要讓孩子健康 安全長大 那大人要多一點留心 多一點注意 其實是可以防護孩子的這些危險 社會就表示 伺貨每一年 都會基盤多年來選擇 年過一百零三年開始 也落實在的育兒中心來設計到 離棟基加安全減測站 前期已經有二十三位 加州可以多利用 這會來搭乘到安全的基加環境 現在 王劉婷民交款更報道 到晚了 到晚了 感谢观看